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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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有情 生起悲心 听闻佛法 愿发菩提心 愿成就佛道 普度众生 奥玛尼伯美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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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杂 首先感恩我们会度中心的因缘 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得到就像佛像的佛法的加持 当然要感谢奥玛尼伯切的福报姻缘 慈悲愿意在特别加拿大温哥华成立一个慈悲的慧度中心 我想慧度应该是智慧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吧 度就是我们叫六度波罗蜜的度 那你要成佛那你一定要具足六度波罗蜜 那这个度就是我们讲的自度度他自利利他 自度讲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消除脱离轮回的因 消除种种的业障 讲的就是无我的空性 那第二个度那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众生 也能够体振空性 离苦得乐 所以当然讲智慧就不离开慈悲的行为 因为我们不透过不思慈悸忍辱精进种种的修行 所以那当然各位就像我现在才这么说吧 那你就要一直思维会度什么意思 因为我不懂甚至我已经懂了 然后我还在一直思维 然后我也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这个叫修行 所以每一个寺庙 特别大秤的寺庙 很喜欢写 写两个连写多少 或者叫我们去那边看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叫参画头 那参画头 就像各位会读新经 一波罗波罗密多故 那这什么意思 照见五蕴皆空 这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意思 怎么用在我的生命上 因为我现在痛苦 我想各位会来这边就是有痛苦 我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有痛苦 想要解决痛苦 而且更大的福报 各位已经达到了 唯有佛法才可以究竟解决痛苦 世间的医生 世间的金钱 世间的金钱 他可以给你一个祝愿 指痛 开导 指痛 但是你也知道最后你还是要老还病还要死 那死了以后 也不知道到底自己去哪里轮回 如果我现在说 好 停课 问什么 问祖先去哪里超度 我看大家都要举手 妈妈去哪里超度 然后呢 我那个堕胎胎儿到底有没有超度 这个很好 因为这个是一种 一种 对父母的感恩的心 跟对儿女的爱心 这个就是佛教慈悲的来源 如果你对你自己父母儿女都不关心了 那你说你要去超度众生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那当然这些我们也很想要去了解 那当然要了解这些 你要超度父母祖先 你要超度堕胎胎儿 你要超度这些冤亲在主 今天多伦多有一位菩萨很急 他本来要开车来坐飞机来接我们摄影师 要回去多伦多 大概25号的时候 他突然生病了 结果生病去急诊室检查出来 应该是乳癌吧 然后做了穿刺 结果他昏倒了 昏倒了 他现在正在观察 所以他们居士跟我说 师父啊 赶快帮我们回向 他可能是乳癌吧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 陈伟文 所有乳癌痛苦者 那 他问我说 师父你赶快帮他写派会 我当然写啊 我现在就回向了 那为什么会得乳癌 那医生那就是开刀吧 化疗吧 等等等等 那我们也要去了解 乳癌的因是什么 缘是什么 所以缘大概跟脾气都有关系吧 个性 所谓爱发脾气的 我看都是在上半身 乳癌 脑的问题 血压的问题 这就是上半身的 叫火气大 那属于下半身的 什么肾脏啊 糖尿病啊 水 欲望强 结果你欲望强脾气又大 这下你完了 因为这个佛经写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身体就像蛇一样 四只蛇 地水火风 这四只蛇 你不管他调好 他就打仗了 所以地水朝下 火风朝上 那你如何调好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因为你不修行 你调不好 脾气不好 欲望强 傲慢 忧郁症 那你就一直在乱 一直在乱 所以你的心态乱了 你的所谓血液啊 这些器官就乱了 然后就生病了 所以为什么会血管浓 因为你 这些三高 因为欲望强 喜欢吃嘛 然后又高血量 脾气不好嘛 那这些都会影响 那我想佛法的目的 就是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找出 这些问题 不但可以帮助自己 又能够帮助别人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有跟我们 局势说 哎呀 我们部分在家处下 好好研究啊 现在大家很苦啊 你能够清静一个 能够懂中文 而且懂汉传佛教经典的 那是很有福报的 那 不过取您的末切的要求 可能高一点吧 各位要开悟啊 要了解自信是什么 这是佛教的精髓啊 所以如果不能够了解 自信开悟 当然身体好 祖先超度 那个都是 这是一个世间福报的问题 那 当然呢 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要开悟而舍弃这个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那 为了要成佛 世间的 福报要有 开悟的方法要有 帮助众生的方法 通通要有 所以 我也一直说了 各位会移民到 移民到温哥华代表 你在追求一个更高尚的生活模式 更高尚的一种心灵状态 这是非常好 那我想各位 邀请各位移民到极乐世界 它可以让你挣到最圆满的心 无声乏认 一个最圆满的行为 打背不退转 广度众生 有没有道理啊 所以开始申请护照吧 这不用了 这没有条件的 只要你有信心 不要钱的 信心 发愿 念佛 再来呢 当然 以菩提心累积各种放生 供登 那你就可以品味高深 如果你的内心已经决定了这个事情 对你来讲 你就放下了 世间的福报 能够健康 多做一点 要死亡 刚好往生进土 有钱 多积一点福报 没钱 可以修悲心 也可以往生进土 所以如果你 问我 究竟来讲 我要带着各位 马上现在就正悟空性啊 或者说 不要说正悟空性啊 你不要发脾气好不好 我就可以讲到吐血了 因为你还没气死我已经死了 意思说 这个末法 你要去改变别人 算了吧 你们结婚那么久改变了吗 你改变自己就不错了 你改变对方 你爱骂你老公 你就去跟佛讲话 不要骂他 骂他没用 气死你 因为这个末法 如果你想要去主宰别人 这个就造成你病的痕 你心里就乱 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 为什么他不这样 为什么 每个人都在谈这个问题 那我只会跟他回答 你自己都管不好了 你管别人 佛教说 你要帮助别人 你要先帮助自己开始 我是佛教徒 我儿子是基督教徒 另外一个是道教徒 我怎么改变 不用改 佛法是真理 表现你的温柔 慈悲 宽容 热忱 他就会被你感动 这个是感动他的方法 而不是说 我是出家 我是菜家 我穿黄的 他穿红的 是哪一个大 哪一个好 这个不需要的 所以我认为 就像 我很喜欢看到一个动物也好 一个人 去帮助另外一个人 那种感动 我就很心里都会想要哭 那个是最重要的 帮助他 那大狗 养小狗也好 狗去养鸡也好 鸡去养小猫也好 网路有很多那个片子 所以我很想去收集这个片子 大家来看看 人跟人 动物跟动物 互相帮助的样子 那我想这个是解决我们烦恼心最好的方法 烦恼心不是说我要去解决他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如果解决了你自己的问题 或是往这方面很努力 那你就有那个力量回向给他 祈愿他会更好 所以就像我常讲佛经里面的故事 有一个小国家 因为种田种不了 风不调雨不顺 所有的人民都过得很苦 那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 那时候还没成佛 他叫禅体和多 他说那个国家快灭亡了 然后天灾种不了东西 人民快饿死了 又传染病 我一定要去帮助 他如何去帮助 他没半毛钱 他只是一个流浪人 他说我要用忍辱去帮助他们 所以他就去坐在他们的树下 坐在树下以后 这个国家已经够穷了 我不要他们再给我饭菜 他们自己都不够吃了 我每天就喝那个树叶 那个甘露水喝几滴 我就可以活 然后我来一次修忍辱跟悲心 希望这个国家 因为我的心态跟行为改变 结果他去那边以后改变了 开始下雨了 开始土地回廊了 开始病没有了 我那个时候国王就高兴了 国王又开始要去打猎了 以前不好意思 所以当这个国家变好了以后 很多老百姓都想 跟修行人有关系 我们以前都没看过修行人 他一来以后 连他旁边的草都找得很茂盛 看得就很清楚 那个草都开花 就是因为他的树 他旁边的全部改变了 所以一定是他的关系而改变 所以在那个时候 大家是对他很尊敬 但是他还是不接受供养 但是有一次这个国家的国王就去打猎 打猎的时候 那个路也知道往哪里跑 因为路要被追杀的时候 看到前面有个慈悲的人 他就往那边跑 所以各位这很正常 因为他知道你慈悲 结果那路从他后面跑走以后 国王就看不到路 看到那个出家人 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路 今天你坐在那边 有一只路从后面跑过去 现在国王问你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路 有没有 什么有 你要说没有 有些人 我明明看到我说没有 有时候就骗他 这个不是骗 这个是慈悲 各位慈悲要有智慧 你要说没有 你想有他不是被杀了 对不对 好吧 结果那个国王明明只是跑到你后面 你想没有 你在这边干嘛 我在这边修忍辱啊 你修忍辱 你明明有看到我 就是从你后面跑了 你还想没有 来 你不讲我 我把你砍了 我把你杀了 你在这边干嘛 我修忍辱 修忍辱 国王就拿出刀子 把他眼睛划掉 你到底有没有看到 没有 再给他耳朵切掉 这样把他手脚都给切断了 这样 结果切断以后啊 那个时候 老百姓跪在那边哭啊呀 国王 整个国家好是因为他 国王不理这一套 那个时候啊 开始整个天变黑 白天变晚上 开始有地震 老百姓都跪下来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国家又糟糕了 那时候飞来一个 山上的神通子 赶快飞下来 飞下来以后 用他的神通 倒在地上 手脚被切断的 恢复 恢复 希望你不要生气 你一生气这个国家就毁了 那个时候 那时候国王在旁边也吓坏了 怎么会这样 变成鬼哭神吼 他也吓坏了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那个飞过来的神说 他是我弟弟啊 我弟弟在这边修行 哎呀国王你这样砍他 他一生气 你们国家就毁了 结果那个时候 这位 禅迪河都恢复以后 他说 哎呀 我一点都没生气啊 国王 因为你这样 难过能够证明我这个人 真的修忍辱修得不错 他一点都不生气 他说国王 我本来来这个国家修忍辱 就是希望你们的国家变好 我不会因为 你这样伤害我而生气 只是谢谢你让我证明 我修忍辱修成功了 他也跟他哥哥啊 你放心好了 你用你的神通帮我回复 但是我真的没生气 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要修到底 没有国王帮我 我还不知道我这一关过了 他很高兴 哎呀 那个时候国王跪下来 跪下来 哎呀我好好扶持你啊 连天上的神也被国王感动 这个国家就越变越好 所以各位听我讲这个故事 你老公生病 你儿子不顺 你从现在开始修忍辱慈 他们会不会好起来 会不会好起来 就是你们不做好 因为你来会度重心 你怎么没做好呢 所以一个修行人 你真实在修行 会影响整个世界的 佛陀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心一直在影响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空性 什么叫空性 空就是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互相影响 互相结合 互相连财而存在的 所以如果你要超度父母 你要超度多胎胎儿 你要帮助你的病 赶快好 你希望你的儿子也会学佛 那你要从你自己的心态 跟行为把它做好 这个就是度 波罗蜜的意思 要有智慧 要有慈悲心 然后去点灯 去做种种的上司人 或者教我们各种各种的方法 去把它圆满 那你又发觉 那就改变了 就像我自己老师说了 我出家是因为我妈妈得癌症 那我才会去求 然后人家才给我经典 然后我按照经典去 地上经去实践 发愿 我妈妈就好了 所以我得到一个证明 哦 原来医生说没办法了 佛法有办法 所以因为了解了 所以我很希望把这些简单的方法 告诉别人 因为我没有什么很高的修行 但是我觉得癌症没问题 因为我哥哥也是得癌症 也没问题 我爸爸自杀 结果也因为我那天我去大放生 回家公的回家给他 他一点他没死 而且医生也说不用去灌场 奇迹 更大的奇迹 因为我爸爸是因为得病病很重 腰痛到 没办法翻身上厕所 后来又变成忧郁症 躁郁症 他整个生命很痛苦 我们在旁边实在没办法 所以因为那一阵子 我爸爸这么痛苦 我妈妈给我说 所以我就特别去放那个 鲜鱼啊 鲜鱼啊 鲜鱼 他们腰很强嘛 腰力很强 他们被死的时候是被切腰 然后打头 因为我爸爸又有精神的问题 所以我特别为我爸爸做那个事情 而且我经常回家 就因为这样 我爸爸改变了 他没死以后变了一个人 不再生气了 就住在我们寺庙了 不在家里跟我妈妈吵了一辈子了 他就住在寺庙 住进去寺庙吃素 住了十二年 到最后往生没有什么痛苦 然后往生前 我们还带他绕塔 绕一绕 所以他躺在屏床绕三圈 我跟他讲电话 我在外面 爸爸绕完塔了 没问题了 他说好 他就断气了 所以各位 佛法能够帮助自己的父母 帮助自己的兄弟 我觉得我值得了 值得了 所以这几十年来 也有人不信这个 后来就慢慢死掉 很痛苦 那也有人从不信 他知道 我改变一下自己 就改变了 癌细胞你可以控制的 所以佛教里面最强的一句话 来 一切为心照 对你的心改变了 世界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如果各位来修行 特别我们会读中心 我们就要有智慧去了解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你没办法了解你自己的问题 透过上师 透过法师 告诉你可以 事实上谁最了解你 你老公最了解你 事实上最了解你 你老婆最了解你 问题是你要不要听她的话 或甚至你有一些朋友 大家在一起聊天的 你要不要听 你看完我有什么缺点 我们华人是背后很会讲人家是非 前面不好意思说 那所谓慈悲是 我愿意当面跟你说 而且用一种柔软的 最适当的时间 你愿意接受 这个就是菩萨道 菩萨道说 我虽然知道你有缺点 但是我能够说到你可以接受 甚至像刚刚这位产体有多 用他的生命让国王相信 整个国家就改变了 但是他这种牺牲生命的态度 反而让他身体变成金刚不坏 有更圆满的身体去修行 所以我想金刚经里面就有这个 隔离王被割结身体的故事 那当然这也是佛陀过去是好几世 这样子的故事我每次都看 佛陀为了求法整个身体 哇一千个洞 然后呢 那以那个血金做油灯 然后这样点灯 燃烧自己身体 求四季俱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王在追求真理 我正在做国王 那这个世间一下台风一下地震 到底世间的真理是什么 他一直在求我 乃至用生命我都要找到真理 那个时候魔王听到了 好那我告诉你 魔王就变下来说 我告诉你这个世间的真理 来念一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哇我们菩萨公一听 是啊这个世间真是变化无常 问题是那怎么解决呢 然后这个魔王说你要听吗 我过去佛听的 你要听可以 把你的生命给我 把你的儿子给我 把你的太太给我 把你的国家给我 把你的国家给我 你知道我们国王答不答应 答应 太太跟他去吧 然后呢 儿子 魔王当场把那两个儿子吃掉 吃掉 各位 那个时候看你心软不软 我儿子你把我吃掉 这个就是修行啊 今天修行魔会来考试你 要把你老公吃掉 要把你儿子害死 你看你心会不会动 会动 人家你输了 你看不到真理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菩萨 为了找到真理 来利益众生 国家给你 太太送给你 儿子被你吃掉 然后最后呢 他要讲了 他说魔王都给你 你赶快讲 他说可以 你从树上跳下来 不是 你的生命也给我 我要把你吃掉 那时国王说好 我讲信用 但是你先告诉我 先告诉我 我一定按照约定 结果 魔王就讲了 念下来 生灭灭已 极灭为乐 哇 他一天开悟了 对了 这个世界一切变化无常 生生灭灭 你不可能叫他不要改变 但是我心里不改变就好了 我心里接受这个 生死生老病死 这个叫寂静了 这才是我的快乐 改变别人是痛苦的 净化自己才是快乐的 生灭灭已 你不再起心动念了 极灭为乐 这才是快乐 不是有钱是快乐 一个平静的心 一个空性的心 结果他听到很快乐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 他就把刀子挖开 骨头拔出来弄断 用捕子后夹他的血浆 磕在树上 要死之前 我要把这几句话磕在树上 然后留给后面的人 然后他就爬到树上 上面跳下来死 结果那个时候魔王赶快变回原来 一样 哎呀 你真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国王 我不过是天上的大天神 我要来考你的事 就从他嘴巴把他儿子 太太都送给他 我用我天地的力量 护持你这个追求真理的国王 各位 魔 魔也是佛菩萨实现的一样 所以你有这个坚定的心 为众生追求真理 那魔都变成佛菩萨来护持 这就是佛所说 我过去是这样追求真理的 而且用生命去追求真理 然后要用生命去推广真理 告诉人家这些真理 所以当然各位我们修行所谓开悟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要求外在的一切 念一下 一切顺其自然 各有因缘国报 各有因缘国报 对对对 今天你能够有钱 能够哪里快乐 那是因为你自己造的善因 今天我们哪里不顺 那是我们自己结的恶缘 首先你要从内心里面接受这个因果 接受以后怎么办 好好忏悔 你不能过来说 为什么我妈妈对我不好 为什么我公公对我不好 为什么我儿子这个对我不好 或太好我不好 那这都有他 凡事对你好的 现在你有个儿子对你好的要命 过去是你老公 还抱着你睡觉 哎呀 你自从生了一个女儿以后 哎呀 抱着他 女儿是你老公的最爱的情人 还有了女儿就 你睡旁边一点 你抱了那只狗 这个狗太爱了 是你最爱的儿子了 你老公没回来没关系 我抱果税就好了 不然你不会跟他在一起 你只要相信就好了 不然你怎么会爱他 你没有欠他感情 你不会爱他 这就是我这辈子的开悟 我从来没有去真心去爱过一个什么人或是东西 我只是觉得我是个男人 然后总是看电影哪里带男人去看 当然要带女人 我就带女孩子去看而已 我老实讲后来我都不带 带了很烦 我专心看他还跟我讲话 对不对 但是人家说要带啊 那怎么办 我没有去爱过这些 后来我生一个儿子 我太太生了一个儿子 结果我跑去那个镜子 对不对 镜子要去看 他还告诉我几号不要认错 结果我一看 我就不睡觉了 我一看我就不睡觉了 我就说这个是我儿子 我现在想起来 那就是过去是我对他的爱 只是让我见面 而不是说我去培养他的爱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几号 他在告诉我几号 那一个 然后我突然看到他 我人生就改变了 我就不太出门了 我就永远就想要去照顾这个小孩子了 就像那个英国足球明星 那个贝克汉 是吧 他娶了一个模特儿的老婆 他现在呢 你去赚钱啊 小孩我来看 他天天在家里煮饭 送小朋友去上课 四五个 有些还任养来的 对不对 他把他的 他什么影星漂亮都不要了 他就是要照顾这小孩子 他认为 对他做全然的感情付出 那是问题就来了 我虽然爱上这个小孩 但是我就觉得 开始很痛苦 痛苦到几天 人家不是说爱是快乐吗 但是我爱怎么这么脆弱 他站起来我就怕他跌倒 我太太开车 怕他出去 我就怕他车祸 我就整个人心不在我这边了 心在别人身上了 然后世界改变了 但是当然好像有快乐 但是后来觉得很脆弱 很痛苦 所以当然这个事情让我痛苦 我妈妈生病的问题让我痛苦 我爸爸跟我妈妈处不来的问题 照一生让我痛苦 这些并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想痛苦让你去追求 怎么解脱痛苦 那时候就是算命啊 拜神啊 通灵啊 台湾这些什么不多 神多啊 到处去跑啊 去问啊 我认为人就是一个追逐的过程 人在追求什么 只是对我来讲 追求金钱 追求爱情 好像我得不到快乐 得不到快乐 赌博 他说问题是 这些我都去掌握了 我也觉得不快乐 因为外在的快乐 会让你更不快乐 这样了解吗 外在的欲望 会让你离开你自己 越远越空虚 就像一个 爱上 深深爱上一个男人的女人 痛苦来了 你本来过了很快乐 在海边欣赏 现在坐在海边想男人 不看海了 他去哪里 他怎么没打电话给我 我打简讯给他 他怎么没回 海已经不见了 爱是快乐吗 爱只是一种欲望 你想要站住他 就像我爱我儿子一样 有快乐吗 不快乐 所以我就会去想 那什么是快乐 念一下 生灭灭 极灭为乐 就是不要再去追求这个了 随缘吧 他生他灭 他有他自然的花开花蟹 现在枫叶好看 再一下就没叶子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太阳很大 过几个月变大雪了 你去欣赏他每一样 而不是说我要雪 我不像太阳 在内心里面欣赏他 但是不排斥他 不追求他 就保持在平静的 就像镜子很亮 看清楚一切 但是镜子里面的东西 你想要去抓住他 镜子就破掉了 心就裂掉了 那我们看清楚他 去帮助他 很简单 你的儿子你管不来 但是隔壁的小孩 他很听你讲话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用感情 就很理性地跟他讲话 做你儿子是你欠他 你讲他债 你讲他债好听他也听不下去 你欠我债 你没资格管我呢 我来跟你要债的 上辈子我是你老爸的 你想我 隔壁你没跟他解这个而已 对不对 他欣赏你 你跟他讲话他好高兴 所以 执着的让你弄不通 不执着的东西 让你讲话对方听 同样的 就像一个女孩子去爱上这个男人以后 那就准备吵架吧 如果你很冷静 那就没问题 你做个医生 医你儿子的时候 你真打不下去 那一边 出去吧 没问题 因为你心里很平静 所以佛教也要我们把这个主观拉起来变客观 什么叫客观 空性 空性就是你站在旁边看 这些都不是我的 但是我尽力帮他就好了 这也是解决你自己最好的问题 佛陀教我们以这种无我的去对他好 叫慈悲心 你用慈悲心去关心所有老人 把功德回向你生病的妈妈 妈妈就好了 你用慈悲心去救那些要被杀的那些鱼啊 那些动物啊 那回向给你生病的身体 或生病的他就好了 因为你让他不用被开刀嘛 你用慈悲心去救那些 像各位搬到温哥湾来 你们现在要做 要做的是什么 多帮助穷人 因为帮助穷人就是你永远不穷富贵的因 所以虽然你有这个福报了 如何让他更有福报 多去帮助流浪人啊 穷人啊 所以我们现在借住在一个地方 外面靠海 会有很多海鸥啊 很多鸽子啊 我们帮他喂一喂啊 然后来丢一些食物给他喂一喂一下 在海边不会干扰到别人 做做小小烟供啊 最痛苦是看到那些海狗来的 不知道喂他什么 要不吃面包耶 他如果吃面包就解决了 可能我们在喂鱼 他想说鱼来了 鱼吃面包他吃它 他很可怜 他就是不吃面包 但是只能给他念念佛啊 希望他听闻佛号 咒语离苦 但是 慈悲是你当下任何时间都可以做的 看到一个树 树要干嘛 树就是要水啊 给他杀几滴水 看到鸟 给他一点点食物 看到人 慈悲心 我妈你被灭烘 你会念什么都没关系 因为每一尊佛菩萨都想要帮助众生的 你给他念佛菩萨的名字 像各位很多佛菩萨 你不会念咒语 没关系啊 你念他名字就好 那么普贤王如来 那么金刚种词 OK啦 所以只要你有一个信心 这个佛菩萨说 你念我名字 你看到我形象 你拜我形象 你念我经典 你念我咒语 都得到他的功德 只要 为什么 相信 OK啦 所以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那也解决生命的问题 南无就是我皈依 我绝对相信 甚至我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你就保证瓦尊净土了 但是问题是你要建立这个信心跟愿力 那你可能要彻底了解真相 如果你不了解真相 南无阿弥陀佛 老公也不错 这样 又代表你没放下 放下不是放弃老公 老公我尽量照顾你 然后呢希望你健康 但哪一天你欺负我 随缘吧 阿弥陀佛不会欺负我 以一个不执着心去照顾对方 但是我的念头放在阿弥陀佛 不是我舍弃先生老公 而是我念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加持你 我念阿弥陀佛 将来我去极乐世界 正的智慧 大悲心神通力 我一定来度你 你要这样来念佛 但是度对方不要急的现在 你急着现在啊 你会很痛苦 各位等下坐一坐太累 楼上走一走 听得见了 天气热就门打开 通风通风 这样比较好 好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首先 我想我们学佛最大的福报 你也讲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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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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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偷盗 多吃素放生 多吃素放生 多互持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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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贫穷 帮助贫穷 那你了解 你要去做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杀生吃肉 才会健康长寿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所以 首先要做的是 各位能够 念一下 守戒律 那戒律 不是光 自己不杀生 孝顺父母是戒律 尊重先生 爱护太太是戒律 你好好照顾你的儿女是戒律 那 你要告诉你的儿女 一定要尊敬她学校的老师 这是戒律 但是就你个人而言 就这几条 各位一定要做到 你也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喝酒 我发觉现在男人很喜欢喝酒 一有钱家里要百姬必须名酒 事实上最伤害你的佛性的就是酒 如果你喜欢喝酒抽烟 你就让魔鬼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这是你开门让他进来的 就像刚刚讲的吸大麻 吸大麻你就是打开你的脑筋 让那些鬼神住进来 不是大麻的问题 而是鬼会不离开你 那你就会上瘾 烟有烟鬼 酒有酒鬼 毒有毒鬼 所以在这种状况 各位要守戒律 那你就不会被伤害 那除了守戒律以外 前面这几条 念一下 不杀生 多不失 修犯恨 修犯恨就是 各位要守守一个月六天 我初一十五啊 夫妻分开睡 就是 就像出家人一样 事实上 重要的初一十五 跟夫妻不能同房的 佛菩萨的圣诞 父母的祭日 这个 一般传统道教也不能有男女的行为的 这个是会很伤身 又会让鬼神生气的 这些既重要的日子 六载日 那 所以 当然也不能去对不起 别人的 或自己的父母子女 第四条 来 不妄语 那不妄语细分有四条 念一下 不恶口 不两舌 不奇语 再加上原来的不骗人 那你要修这个嘴巴 嘴巴不好 苛刻 命运不好 身体不好 所以叫口福口福 所以一个人嘴巴 要修到有福报 所以真正有钱人 他永远钱都不会败的 就是有口德的人 因为我们讲到禅定 就是说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的心态 你就必须要很定的人才有办法 戒是 戒律是让你有福报 健康啊 有钱啊 顺天啊 你讲 持戒得生天 持戒得财富 所以你能够守戒律 你有世间的福报 那这个戒律不见得要花钱 嘴巴是最简单的戒律 在这边我要提醒女性菩萨 在家里不要骂人 家是一个最清净最圆满 我们人很奇怪 到外面讲话 回到家就骂 你是一个破坏家庭的人 家庭就是温暖 如果父母天天讲话吵架 儿女很可怜 儿女就是躲在厕所哭 所以父母不能好好相处 是很不好的事情 对上面的父母很伤心 老爸老妈 我儿子媳妇何不来 对不对 儿女也很痛苦 所以老师说 你父母离婚 不要怪父母 我们过去就是造这么大的恶业 才会这样 你生在什么家庭 要看你自己是造什么业来的 像我爸爸很喜欢骂人 讲话很凶 我现在学佛了 我大概就是那种人吧 所以我就会生在这个家庭被骂 那我自从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了 我就尽量不骂人 尽量 那如果我要骂人我就离开 我就不开口就好了 以前我会想直接把他找来骂一骂 回去吧 现在不行了 交给别人骂 所以自己愿意去改变 所以我想 慈戒会让你有福报 进一步各位要修善 我不骂人 但是我要多讲好听的话给人家听 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讲好听的话 你不知道人耳根子都很轻 你稍微称赞他两句 什么都OK 你就是不讲 骂人会 不讲好话 人家没有在修行 愿修愿断一切恶 进一步还愿修一切善 我骂人 我多称赞别人 不讲人家背后是非 我多和和吵架了这两遍 互相称赞 还有一个来 不齐语 多讲有利益的语言 所以各位 你像各位已经学佛了 那 不要随便聊天 讲没意义的话 这只是消极的 积极的 你要把你听到的佛法 怎么样用什么方法 让对方可以接受 特别现在你要给你子女 给你孙子 你一定要跟他讲 你吃素结果你儿子不吃素 你吃素结果你孙子不吃素 最后你还是放不下的 你会很担心 但是你为了要让他 也懂得吃素放生 那你要怎么跟他说 你不要讲他吃素好 你们吃肉不好 所以你没智慧 讲话要有智慧 就像我刚刚一上来 讲故事多好听啊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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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引导 引导大家不要生气 生气让你得癌症 生气让你去破坏这个世界 家里都弄了大家病啊 穷啊 那你不生气 你是你身体好了 命运好 你的家里公司都发财了 对不对 需要忍辱的功德 而且还可以改变对方 所以各位自己要做个决定 所以跪在佛前 你要自己决定 好吧 我从今天开始 不骂人 不说人是非 不要乱讲话 也不骗人 我要开始 佛啊 你加持我 让我可以讲好话 你要每天 每天你都要来求 不然你改变不了个性 我们叫江山易改 个性难改 习性很难改 因为你不称赞别人的 你讲话不柔软的 你不喜欢笑的 那这些你都要 你都要跑到佛前来付华 你加持我 等一下我公公来了 我先微笑再说 等一下我婆婆来了 我先你好 对不对 妈 你一定要练习 你不练习 那叫没修行 修行是一种勉强自己 修行是一种改变 记住这个改变 心态的改变 语言的改变 行为的改变 叫修行 那为了要改变 所以我们亲近 各位这样一起共修 互相提醒 互相提醒 我想各位你们在这边共修 常来的这几个人 我们大概都了解他的个性 但是你不愿说 你不能说不能跟他说 那你跟他说不动了 你就跟佛说 佛放光帮助他改变他 这也在改变 因为 这个叫一心念佛 为什么 你请上师 他帮你修仪轨 我生病你这边修 我是帮你求白度母 加持你也叫修白度母仪轨 我帮你求大威德金刚帮助你 就是这个意思吧 修仪轨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对对方慈悲 那个人有这个毛病 那个人很喜欢喝酒 到我们忠心来 又是我们功德主 又喜欢喝酒 你跟他讲 他会生气 因为他是功德主 所以你就要求佛 不然就求比较凶的这一尊 恶贝马哈格拉 要帮他修修法 这叫修法 但是老了他就会去改变他 以慈悲为动机吧 我们去修法 那不是说我要害他 慈悲吗 所以各位我想断恶 进一步要修缮 这个叫慈戒 那进一步 各位要开始从心里面用功了 这个叫禅定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 老实说 你也酸 我也酸 大家都酸 就我们上次坐以来不酸 那时候看时间 好吧 下课一下这样 那时各位禅定的时候就是故意 很酸 不能动 心不要动 身体随便 很痒 不能装 就这样 慢慢练习 一天 两天 三天 练习久了 你就无所谓 管他呢 身体又不是我的 你一不管他 他就不痛 很奇怪 你越管他 他就越痛 还有一个方法最快 佛 身体交给你了 我得癌症交给你了 我念我的阿弥陀佛 身体交给你 癌症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把身体交给佛了 你专心念佛就好了 事实上癌症是你自己念出来的 是你的贪嗔是念成什么膀胱癌 什么子宫癌 什么骨癌 就是你的念头乱 所以就会 这个业 过去你造了一个不好的业 然后加上现在的心念叫圆 这个因圆和合 所以病来了 所以那你现在你的心把它拉回来 心我来念佛 身体交给佛陀 交给观音菩萨 对不对 那你就专心念佛 那你会发觉 奇怪 医生检查什么 我指数降低了 然后你再更忍着一点 那我再去放生不失食物 我去点灯 业力消除了 医生说 我失业了 你找谁医的 我带你去找医生 这一尊 佛陀 圆满的医生 我再问一次 佛陀能不能医癌症 可以 不知道我们归医他干嘛 这个医癌症不是他 完全交给他 而是说 你按照他的方法去做 就OK了 心 不要再起烦恼 贪嗔痴 爱生气 苛刻 行为 我们开始守戒律 吃素 放生 做什么 他告诉你这个方法 那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变 去做 就改变了 你改变以后 就像我讲了 我妈妈改变了 我爸爸改变了 所以我很有信心 我到今天为止 人家说海盗法师 你不要放生好不好 这不行的 这一定要放 这个放生是慈悲 可以救那些生命 可以救多少得癌症的人 我们放不是为自己 所有得癌症的人 我们放了很多牛 乳牛 黄牛 水牛 因为很多人杀牛肉 我们救了很多猪 很多人吃猪腿 猪肝 他已经腿不好 他肝已经得肝牛了 那我们替他放 回向给他 所以这些 你一定要相信 所以这些 我们大家都去做 但是站在最高的修行 念一下 所做一切 回向众生 回向成佛 这力量最大 你这样等于 别人放一只牛 你等于放一只牛了 的力量 那为什么 因为你关心众生 所以你的功德力 众生有多少 功德力就变多少 你只关心你自己 所做的功德 就变成那一份功德而已 但是还是有功德 所以佛教 要我们能够 按照佛陀的讲法 去修行 念一下 慈戒 禅 禅定 智慧 那这个是 一定要去做的 戒定慧 那戒定慧 就是所有的佛法 为自己解脱的戒定慧 叫解脱道 为众生实践的戒定慧 就是会度波罗蜜 智慧波罗蜜 那这个波罗蜜 在波罗蜜里面 就包含了 那叫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这个叫戒 这个你一定要做 以这个为基础 为了众生 而修禅定波罗蜜 所以我们大乘的禅定波罗蜜 不是光心里不起心动念 调伏心 大乘的禅定波罗蜜是什么 来 保持悲心 对 你要永远的慈悲 大悲无量 这大乘的禅定 那以这个大悲心 追求磨合波罗蜜 为什么 念下来 超度众生 你要懂得 开发你的佛性 因为你如果找到你的佛性 你就可以帮助众生 找到他的佛性 而且 这个是要帮助所有众生 离苦的方法 不是你个人解脱 那我们要去追求这个 所以我认为慧度非常好 各位来这边追求佛性 追求成佛的方法 但是既然你要追求 那不能放弃 不是持戒忍辱 不要不要说 我来追求智慧 我可以喝酒 我可以吃肉 我可以杀生 但是我拿很多钱来 所以师父对我不错 那你这样 当然 师父慈悲 你钱很多 你很脆弱 不度你一下 让你没关系吧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 就不进步 好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 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党 看梯子叫的 你们怎么不换梯子 飯還要買還要錢 不能申請 申請盡量不要花到錢 幫幫協會省錢 對呀 這副市民旗齁 對啊 有什麼收入啊 今天我賺的 阿今年漏漢漏漏 漏漏漏漏漏漏漏 所以漏漏漏漏漏漏漏 不行 dort也是 也刷很 這超滴的 消失嗎 喔 超消滑 真的喔 這成為千王塗 妳要倒不ガッガ 那才可以 夏天 妳很舒服 覺得呢 去泊湯那兒 對啊 對啊 我們兩個都舒服 那是舒服 還是自己在洗手間 不舒服 還是在洗手間 不舒服 我本身以前是一個傭地 在那時候 起地的過程時 我們也有接觸 接觸佛法 接觸佛法就聽師傭說 我們說 人生難得 佛法 意味 就是說 我們出事做人很不簡單 要天文佛法 還要補佛意 我們就說有 接觸佛法 之後我們做到這段時間 我們就覺得超貴 有一天的時候 豬大隻去出市場 出市場就要關豬 關於地帶 剛才有兩個人 他還到這幾次去進去 我三個人 一直刮刮 刮到三τά 才那麼大便 刮不開 這些人 差一 Quand 아이들 開完 這樣三個人 聋求職化 漸讓 他 пот安 trabalh 超多久的臆 以後 我們就準備那個VEN 發生的資料 自己覺得怎麼做這些不應該的事情 覺得自己的心會痛苦 所以我們兩個人在家 都有個認證 我們將這個資料在他們心裡 我們不要再做這個 所以說有在講的時候 阿宗師姐也知道我們這種心意 所以有一天我透過師們把我們的法國施工 要給我們參選 就像我們第一次的資料 收起來來改造復生元期 第二次的錢也要請你謝謝你 我們復生元期的資料 我們會分開他的精類 他的健康的狀況 我們會分開飼養來教育 聊天之後 我們會說他再去掛一些木草 來來 讓他做點心 私有所謂 情緒穩定 來補充他的營養 阿宗也慢慢來 如果有生病的 他再健康起來 他的心情情然一樣 他好好教育 HIGH NIGHT 影世 HIGH CHANNEL 網播電視NBTV 生命電視網 www.lighttv.org.tv 介紹收看一起來